有网友说全人加速中三在长沙大学开路了 网传嘉宾有 王凯 王耀庆 吴奇龙 王鹤蒂 丁承兴 高汉宇 郭俊晨 金晨 玛丽 于书欣 田希薇 沈孟晨 李更熙 孟佳等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创造出当时的辉煌 你期待谁的加盟 看见话题里TFBOYS呼声好高 就连路人都表示 虽然不是粉丝 但能不能请TFBOYS 他们在的第一季最好看了 希望质量能和第一季一样 这真的是我看的第一部综艺 王俊凯的体态在内于是称神的状态 特别是成年之后 王俊凯有健身后 肩膀就会更宽 头身比更优秀了 然后王俊凯的背也很笔直 并不会弯腰驼背 体态方面很绝 在某次活动中 有人拍摄了王俊凯和其他艺人使用过的座椅状态 王俊凯的椅子平平顺顺的 王俊凯好像一个仙子 轻飘飘的状态 完全不留痕迹 感觉王俊凯很注意控制自己的坐姿 而据有一次华彩少年的录制 现场的工作人员透露 王俊凯在现场一连坐七八个小时 也会一直断正自己的体态 不玩手机 不随意乱动 全程就是自己乖乖坐着 小幅度的伸懒腰 看看桌子上的资料 要不是和周围的老师聊天 而且别的艺人都常常有很多工作人员 来补妆弄发型 而王俊凯就只是偶尔有人上来补个粉 毕竟王俊凯是出名的不爱化妆 以前的王俊凯看到化妆老师还会跑 让老师更神伤了 而老师给出的形容也很逗趣 说是感觉要和他一样 老师还专门为王俊凯买了最小号的粉底刷 就是因为王俊凯的脸太小了 太大的刷子就照顾不到王俊凯脸上的细节了 化妆是作为离艺人最近的人 观察更仔细 再加上老师逗趣的话语 更完美地描述出王俊凯的优越 老师最经典的一句话 便是普通好看只是普通好看 比不上王俊凯 可见王俊凯在老师心中的牌位真的是顶级的美貌了 近日有一网友分享了王源的一张照片 说偶遇了王源正在前往香港的邮轮上 照片里的王源 身着黑色短袖 黑色裤子 黑色棒球帽 还戴着口罩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一身黑出行 简单又帅气 据香港网友说 现在香港的天气都在20度以上 穿短袖还是很合理的 而且王源上升的这件短袖 在前不久也有穿过白色款的 感觉买黑白情侣款 很像是王源的作风 而且林俊杰将在3月17日在香港开演唱会 林俊杰可是王源的大偶像啊 作为马上就要开演唱会的歌手王源 也很有可能去看演唱会学习 增长经验了 而且林俊杰的演唱会 还会邀请嘉宾合作演唱 要是可以提前收获演唱会上的王源 真的很幸福了 但是感觉这个王源真的很嫩啊 嫩得有点不像是最近的王源 像是三四年前的状态 就像是过年期间发的戴兔耳朵帽子的王源 也嫩得出奇 让很多朋友都猜测 王源是不是发了存货 是以前拍摄的照片 而且很多细节也不太符合现在的状态 这个背包很像是王源19年回国10倍的款式 手里拿着的手机也是以前的刘海平款式 也不像是最新款的 而王源一般都是用的最新款 这个网友的地点又是在河北 就更让人怀疑真实性了 所以也有很多人怀疑 这是网友拿着多年前的偶遇图编作爆料了 所以大家纷纷猜测这是几年前的王源 也不禁让人感叹王源的状态保持得相当好 连粉丝都分辨不出是哪个时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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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